一身黑色酷炫皮衣戴着墨镜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两名军官来到试射场 看着威力巨大的飞弹直冲天际 在场所有人都跟着龙兴大悦的金正恩拍手叫好 北韩官媒周五也证实成功试射新型洲际弹道飞弹 火星时期飞行距离达1090公里 北韩飞弹飞得更高更久更远 各国心中精灵大作 南韩通批平壤大彩虹线 随即下令陆海通三军骑射导弹反制 愿在比利时参加G7会议的美日韩代表 也同声谴责北韩承诺加强应对 外界普遍认为近期西方都关注俄乌局势 金正恩不甘寂寞又开始动作频频 还有分析师指出 北韩射弹也可能是对抗西方制裁俄罗斯 分析师认为有了北韩分散注意力 西方更分身法术 也让北韩放不成为俄罗斯与西方的另一战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